現在呢 悲劇 你們看一看 歡迎回到上菜時間 再過不久呢 就是圓蝦節了 大家呢喜歡吃鹹湯圓還是甜湯圓呢 今天呢我想要來做一道 不一樣的創意吃法 就是我們今天要把鹹湯圓做成 鑲魚燒 大家有沒有吃過呢 今天呢我們有兩種不一樣的做法 一種呢就是用烤箱 一種是用水煮的方式 所以沒有烤箱的媽咪 也可以來試試看囉 一起來開看吧 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鹹湯圓 照燒醬 矮苔 柴魚片 湯圓的話呢 你可以買市售的湯圓 或者是關明一些 剛做好的元宵湯圓會特別的好吃 元宵跟冬至吃的湯圓 其實感覺是不一樣的 真正傳統的元宵的湯圓呢 它會比較大顆一點 然後呢他們是用搖元宵的方式 用一個那種大的那種塞 然後撒麵粉 然後這樣搖出來 湯圓要先拿去冷凍冰 冰完之後你再來拿來煮 這樣比較不容易丟掉 放進去的話呢 你就稍微要拌一拌 不要讓它黏到鍋底 水要記得滾了再放喔 這很重要 好那我們用這個照燒的肉醬 因為它味道比較香 味道也比較像章魚燒醬 加一點點的熱水 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讓它不要太稠 好 這樣的程度就差不多了 如果失敗的話呢 你們還是要繼續看好嗎 難得媽媽也會有做失敗的時候 好不好 大家邊看的同時啊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然後這五顆呢 我先拿進去烤箱裡面烤 烤溫呢 小烤箱就可以做實用 大概呢 120度左右 烤到表皮一點酥酥脆脆 膨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馬上打出來了 把剛剛的照燒醬零上去 撒上一些柴魚片 豬跟外面賣的一樣 柴魚在跳舞 有沒有看到 海苔 我們把它撒一點點上去 我們的章魚燒鹹湯圓就完成囉 在家自己也可以做章魚燒 好 我來 馬上立馬 忍不住 我先試吃一個看看 看好不好吃 好特別喔 第一次吃到 章魚燒鹹湯圓 麵QQ的喔 感覺還不錯 那如果呢 在吃的時候 可以先夾個東西 美乃滋 把它淋上去的時候 味道會更像 真的超好吃的 別忘記還有我們烤箱版的湯圓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現在呢 悲劇 剛剛我們前面很成功對不對 可是你們看看 烤箱的 喔喔 它都黏在一起了啦 我的丸子 我呢不認輸 所以呢我剛剛立馬衝下去再去買一盒 我一定要成功好嗎 這一次呢我想了一些改善的方式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湯油擺得太近了 所以這一次呢我想把它擺開一點點 待會兒在烤的時候呢 就不會黏在一起 一點點的油 輕輕的把它抹上去 或比較不會爆開 或黏起 就是 處理過的媽媽啊 就是 不容許失敗的這些事情 一樣 外表的部分呢 烤到酥酥脆脆的 封起來 我就可以立馬拿出來囉 登登 成功 我的烤箱版 我覺得還可以再更好一點點 不過這個程度我已經非常滿意了 雞頭被我破掉 它的皮比較硬一點點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烤箱版的 因為它的水分已經被烤乾了 所以它的外皮本來就會比較Q一點點 還不錯 我覺得煮的跟烤的 嗯 比較喜歡的話 我覺得煮的成功率比較高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煮的方式 那你們就比較不用吃吧 那袁小姐呢 我們都是真的吃湯圓吃到膩了 難得來一次不一樣的創作料理 讓大家嘗鮮看看 相信呢 你們應該會蠻喜歡的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 還有按讚 打開小鈴鐺 還有下面的IG 可以去看一下 最終一下我們的生活計势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然後我們家的章魚燒醬 好算了算了 OK